《詩勃來文》 重點就是漫畫 漫畫的威力有多大 一本希伯來文寫的書 你不曉得他在寫什麼 但是一本以色列出版的漫畫書 你就知道這個在講摩西武經 或者講猶太人的智慧 或者講聖經 所以漫畫的威力無窮 因為漫畫就是國際語言 所以重點是漫畫 我認為漫畫只是一種語言 是一種手段 重要的是內容 重要的話講三遍 就是內容才是王道 所以一個漫畫家要讀100倍 比讀者多的書 一個漫畫家要比讀者有文化 最少要10倍 他必須要是真的 他不能說聽那個學者跟他講什麼 然後去做一個插圖 這樣就只是作為人家的手 現在我認為一個漫畫家 最少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要會畫漫畫 第二個要有用圖像講故事的能力 第三個要內容 所以你如果只有內容 那麼你也可以獨立當漫畫家 你可以當托爾士太大眾馬 你如果只有第二個才能 又會用圖像講故事 那你也可以不用當漫畫家 你可以當大導演 張藝謀 大導演 李安大導演 是BBO 但是你只有第一個會畫漫畫 對不起 你只能當別的漫畫家的助理 因為就像大家都會寫字 但會寫字 人不表示他就是作家 所以會畫漫畫 就像只是會寫字一樣 所以一個漫畫家真的要讀書讀書 當漫畫家非常的困難 我認為一萬個漫畫家 才有一個能養我自己 當純藝術畫家 有十萬個才有一個能養我自己 所以其他的漫畫家 他必須要著迷到不畫灰色 就是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極致 然後就出那麼多 所以一個漫畫家也一樣